原标题无心回母笑录节目身上的衣服 却呈亮点网友西红柿炒蛋 无心虽然是国内最火综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之一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毕竟快乐家族的主持团队都很强 所以在里面不突出 但是因为这些原因 无心就一直觉得自己很差非常的自卑 在新的综艺节目中 每次谈到这点心情也都非常的沉重 但是节目播出后 好多人纷纷表示 无心很好呀 很喜欢他留言让他不要自卑 本文犹悦于企鹅号作者独家原创作品 未经允许禁止抄袭转载 亲全必就因为我家那闺女这个节目 大家对于无心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近日更是回到了母校大连外国语学院 录制节目人气也是非常的棒 被人群为的水泄不通丝毫不输给流量明星 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家对于无心的喜爱 而且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但是大家对于衣服的评价 却是西红柿炒蛋吗 本文犹悦于企鹅号作者独家原创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当天无心穿了一件红棉服 黄卫一一生的红黄搭配格外显眼 难怪大家都说 这像西红柿炒蛋 无心当天的状态 也很好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无心 看到自己的这人气 以后应该不会再自卑了学校 还专门准备了一个欢迎的牌子